大家好,我是于太太 今天要介绍的绘本是《和平树》 那它的文字和图画呢 都是珍娜·温特所创作的 它是出生在美国芝加哥的瑞典人 它的创作呢 主要都是以现实的故事改编而成的绘本 像是今天要介绍的这本《和平树》呢 就是讲述非洲第一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万格利 她的故事 那还有像是大家所熟悉的瑞典少女 她的故事 以及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 动物保育人士真骨的女士的故事 还有像是艺术家马蹄师的故事等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看这本书吧 《和平树》一则来自非洲的真实故事 《和平树》 然后她的英文是 One girl's trees of peace 那One girl's就是她的名 就是这位故事主角的名字 他有一句名言是大帝赤裸 我的使命是试着为她铺上绿 在非洲肯雅三角边 万格利住在绿树成荫的大闪下 她和妈妈到森林打财时呢 在观察林中的鸟儿 她也帮忙从肥沃的土壤中 缩成芋头甘蔗玉叔叔 万格利在学校呢 表现很好 当她像森林的树木那样长高时 她获得奖学金到美国求学 六年后 万格利学成归国了 看到肯雅老家的改变 她纳闷着 发生了什么事啊 树都到哪里去了 然后呢 万格利还看见 妇女们呢 要从好几里外的远方 弯腰背着柴火回家 她看见贫瘠的田里 长不出农作物 还有还有 鸟儿到哪里去了 原来为了盖房子 成千上万的树被砍下 却没有人栽种新的树 肯雅全国都会变成荒漠吗 万格利疑惑着 泪水流了下来 她为贫瘠的土地思索着 我可以在自家后院 种一些新的树 取代这些失去的树 一棵一棵的种 一开始呢 她种下九株幼苗 看着幼苗逐渐长大 让万格利想要再多种一些 她开始设立苗圃 在宽阔的田野上 她种植了一排又一排的树苗 接下来万格利呢 还教导乡村的妇女 让她们明白种树是好事 她送给每个人幼苗 她说当我们再度拥有树林时 我们的生活会更好 我们正种下希望的种子呢 父女们呢 在全村各处种下长长的一排一排的小树 就好像一条绿带在大地上蜿蜒 政府官员笑她 女人家 干不了这样的活 训练有树的领悟员才懂得种树 但是父女们呢 不理这些嘲笑 继续种树 三个月后 如果小树还活着 万格利呢 就会付给她们一笔小钱 这是她们人生中第一笔收入 绿也重回万格利的村落 消息传出去了 不久呢 肯雅其他村子的妇女 也种起了长长的一排排的小树 但是呢 砍伐仍然持续着 万格利站的直挺挺的 就像一棵大树 保护着仍存留的老树 她说我们需要的是公园 远远超过一栋办公大楼 可是呢 政府官员不同意 万格利阻挡了她们的路 她们就用棍子打她 她们叫万格利麻烦制造者 还把她关进监牢里 但是呢她的男战的直挺挺的 她说对就是对 尽管只有我一个人 但万格利并非只有一个人 整个非洲都在谈论树木 更多的妇女听到消息之后 开始种下更多的树苗 原本光秃秃的荒漠 长了三千多万棵的树 肯雅的绿色大伞又回来了 妇女昂首扩步 挺直了腰 因为现在呢 她们可以在家附近就捡到财了 土地也不再荒芜 芋头甘蔗玉鼠鼠 在肥沃的土壤中生长 全世界都听说了万格利的树木 和她那批种树妇女大军的故事 今天如果你爬上肯雅山的最高峰 就会看到几百万棵的树在你底下生长 还会看到万格利带回非洲的那一片绿 首先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关于环保的议题 为什么肯雅的树木会越来越少 那万格利呢 为什么要坚持的把树种回去 而不是认为盖高楼大厦是比较好的 还有万格利呢 她身为一个女生 她在对抗许多事情的时候 似乎比男生更容易遇到种种的困难 万格利呢 和她的种树大军妇女们呢 还被政府官员取笑 还有为什么万格利她只找妇女来种树 而不找男生呢 在这本书我们也可以看到 非洲肯雅那边的气候 以及那边的风土民情 他们是种怎样的植物 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最后呢 小朋友也可以从万格利的身上 学习到她坚持下去的心态 以及她的勇气 她不畏惧强权 她不害怕面对困难 仍然坚持去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 以上呢 就是这次的绘本介绍 如果你喜欢这次绘本介绍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和分享 谢谢 拜拜